俄乌战争爆发到今天 可恨的侵略者让乌克兰境内化为一片焦土 而侵略者的本土虽然也受到过打击 但那只是少数的行为 对俄罗斯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和影响 但是就在前几天 1月底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波多蒂亚克喊话说 战争进行了300多天 是时候让娇生惯养的圣彼得宝人 和莫斯科人感受一下乌克兰战争了 这似乎是在传递乌克兰即将对俄罗斯本土 发起袭击的信号 而紧接着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经理瓦列里扎罗日尼将军 批准成立新的无人机攻击航空部队 成立配备星链卫星通信终端的无人机图基联 为此乌克兰还将成立一个协调总部 负责实施必要的改革 并扩大无人机生产规模 该部拟于2023年 从预算中拨款5.44亿美元 为乌军增购无人机 以满足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需求 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攻击航空兵部队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掌握新型武器的兵种 乌克兰总参谋部称 已经挑选出最专业的军人来领导突击连 他们每个人都将获得无人机和弹药 兴电和其他必要设备 以便他们在冲突地区击败敌人 而随着乌克兰无人机部队的成立 以及国产远程攻击无人机量产的提升 火力军估计今后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也将感受到乌克兰战场的残酷 不过这里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第一时间掌握到相关信息 近年来美军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在伊朗阿富汗非洲等地区进行定点清除时 可谓是出现了风头 但随着土耳其伊朗等国的无人机进入国际市场 整个无人机领域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 比如2020年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 土耳其的TBR无人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报道称当时一共摧毁了亚美尼亚106辆坦克 146门火炮 62门多管火箭炮 18套防空导弹系统 7套雷达装置 以及其他161辆车辆 直接给亚方造成了高达1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 又或者如持续了11个月的俄乌战争 从俄乌前线对峙的情况看 乌克兰对无人机的应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功能化无人机的投放使用 在不断改变着战场的玩法 如侦察无人机加火炮 投掷无人机和自杀无人机等等 这些都是消费比很高的玩法 但这还不足以打破战场僵局 比如看到无人机观察引导炮兵打击前方 通常需要数秒时间 如果步兵及时发现 散开躲过第一轮打击后 后续的炮击就不一定有效果 而且己方的炮兵要抓紧转移 否则就会被对方自杀无人机或炮兵锁定 而投掷无人机的局限很大 复合小 止空时间短 打击范围小 损伤程度小 经常可以看到敌方士兵 在躲过几轮无人机炸弹后还在活动 而且敌方经历过炮弹或自杀式无人机洗礼的步兵 其战场心理承受能力 适应能力就会变得非常强大 进行下一轮打击时 将成为己方无人机的克星 以上这些也是俄乌战场上双方对无人机的大致用法 虽然用法相同 但相对于俄军数量稀少 作用单一的无人机种类来讲 乌军的无人机量大 种类多 功能全 如R-18 TB-2 惩罚者 弹簧刀300-600 以及WB固定义飞机等 他们在乌军部队的安排下各似其职 其在战场上达到的作战效果 估计有俄军的两三倍那么多 俄军也就利用偷摸搞来的无人机 对乌克兰境内发电站搞搞偷袭 如伊朗的Sharhad-136 而乌军无人机的目标 则针对的是俄军的装甲部队 指挥所等重要目标 其中军援过来的TB-2和弹簧刀 我们太熟悉 火力军好多期节目都有介绍 但大家有了解过R-18和惩罚者 这两款乌克兰自产的无人机吗 说起R-18无人机 就不得不提乌克兰的A组织 是一个最初由一群无人机志愿者组成的地面部队 操作一些如R-18这样的大型国产巴旋翼飞机 来猎杀俄军坦克 每个都配备了一队1000克重的 RKJ-165智导导弹 可以在270米的高度击中目标 很容易就能穿透坦克顶部的装甲 而惩罚者是乌克兰的低成本战术空隙无人机 通常会携带一枚75毫米 1.8千克重的炸弹 投掷精度可达3米 而且它的适应性强 可以安装其他几种弹药 包括高爆破弹片炸药和反坦克炸药 惩罚者的最大射程为50公里 可以打击敌后包括火炮 指挥中心和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目标 仅仅是在战争初期 惩罚者无人机就至少进行了 不下百余次的成功打击 最关键的是 乌克兰无人机背后是有着星链系统支持的 他们对无人机的控制距离 有着极强的无人机信号获得与抗干扰的能力 只需让无人机与控制中心形成扇形梯梯链链接 就可以将感知能力延伸到需要的战场 可见星链的军事化用途是很有前景的 那星链对战局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们知道 SpaceX公司制造的星链系统终端 一直是乌克兰军方的重要通信手段 据CNN报道统计 截止到去年12月初 约有2万个星链终端捐赠给乌克兰使用 其他媒体也都争相报道称 星链对于乌军作战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说它能协助前线的侦察无人机操作员 精准打击掉了俄军的关键装备 有的说它帮助乌军畅通无阻地 进行上下级命令的沟通 当然 即便乌军拥有的星链终端 功能十分强大 但也在不断损失 发送给五角大楼的文件显示 乌军司令瓦莱里·扎鲁日尼 在去年7月曾向马斯克提出一份此前未曾报道的直接请求 要求再增加近8000个星链终端 扎鲁日尼称赞了星链的特殊效用 但也承认每月约有500个终端会在战斗中被摧毁 因此才要求马斯克为乌克兰军事和情报部门补充6200个终端 而伴随星链军事化用途的开发 去年12月2日 SpaceX公司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星顿的新业务部门 将利用近地轨道上的星链卫星星座 来满足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标志着星链已向军事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 相比星链卫星系统与五角大楼合作时的遮遮掩掩 星顿计划几乎完全公开的瞄准了美国军方的需求 比如星顿卫星将配备激光通信系统 使其能与美国军用卫星高速交换数据 进而满足美军快速部署和开发的迫切需求 可能这是SpaceX公司对金主爸爸应保持的尊重态度 不过星顿想要实现如宣传那样的多种先进功能 可能还需要依托于第二代星链卫星才能实现 相较于初代 二代星链卫星的重量体积更大 功能更复杂 幸运的是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批准了星链项目 部署7500颗二代卫星的要求 所以现在缺的是时间和资金 那它有多少钱 大家算过吗 星链系统由2200多颗低轨道卫星组成 马斯克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宣称 在乌克兰运营的星链系统 已花费了SpaceX公司8000万美元 到2022年年底将超过1亿美元 除非五角大楼提供后续经费 否则该公司可能会停止为乌克兰服务 由此可见 乌军作战时享受的便利是需要付出一定报酬的 而星链除了俄乌战场中发挥重要作用外 对于美国而言 星链同样至关重要 因为美军本身也是星链的大用户 每个月都要花费千万美元进去 而随着美国军方对星链通信服务的需求的持续上升 美国空军曾在文件中表示 星链是唯一能够满足美国在欧洲和非洲部队需求的供应商 比如总部设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第48战斗连队 就要求为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提供星链通信服务 该基地是F35隐形战斗机在欧洲的主要部署地点 这确定了星链在美军部队中的地位 除此之外 星链还因通信效果好 数据传输速度比以前的系统快得多等原因 还被用于多国军事演习 如去年美国和盟国部队在葡萄牙海岸举行的北约演习 就约有120架无人飞行器 无人船只和水下航行器 通过星链通信服务被整合到同一个网络中 彼此之间能够无障碍交流 可见其功能的强大 而此次乌克兰突然组建无人机突击连 就是在星链强大功能的背景下 将刚才讲的无人机玩法 数据化 合理化 规模化 就能在现有对俄军打击效果的基础上 进行最大程度的提升 就算最后使用星链的花费要由美国卖单 火力军觉得 美国应该也很乐意消费 毕竟这可是难得的积累经验的途径 甚至火力军还觉得 乌方组建无人机突击连 有可能是想将半自主的武器化无人机 变为完全自主化的武器 从而开启战争的新时代 即全自动作战机器人 未来的乌克兰突击连 可能将全自动作战机器人进行分级编排 模拟目前的军队管理结构 一样可以形成团 营 连 排 机器人团队 如果同时派一个团的全自动作战机器人 去一个战场 只要软件 传感器 敌我识别等都过硬 就能组建一批量产型号的扎骨 完全可以实现无间不摧 即使有所损伤 战后也能像修汽车一样快速修复 当然 目前来说 这还只是一个武器发展方向 毕竟就连TBR和弹簧刀这样先进的无人机 都必须有操作人员通过现场传送的视频 来选择打击目标 然后才能靠人工智能去完成任务 而若要实现全自动作战机器人作战 其背后仍需要一支强大的科技军团 对这些机器人的指令下达 执行 任务完成 与结果评估等进行全过程监控 甚至远程毁灭 而这一切的开端 就是乌军组建的无人机突击连 这个新兵种的产生 注定会对以后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战争有很大一部分比拼 就是科技水平与工业化能力 或许在未来等技术成熟后 诸如乌克兰无人机突击连这样的部队 将会成为战场上的主地核心 好了 关于新兵种无人机突击连 大家有什么开发 未来又是否会出现全自动作战机器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